大家好 我是哲瑋 Word to safety這個專案 也有點延續剛才 其實前幾個專案都有提到 那個避難處所的資訊 那我這邊就很快回顧一下 之前在數位任性收容的時候 這個專案也有推展一些進度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我們想要把台灣 日本跟韓國的避難收容處所的點位 整理出來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的朋友 或國際交流的情境 所以我們到日本 我們怎麼知道哪邊有避難收容處所 或者說日本朋友到台灣 他會不會知道這裡 是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或者真的有發生大規模地中的時候 哪一個學校是可以去做避難 好 等等的這個方式 但還是從資料去做開展 所以我們目前的共比文件頁面 你會看到左邊有一個導覽列 那我們現在台灣這邊主要是 卡在就是 行政院消防署釋出的資料 是幾乎是不能使用 錯誤的邏輯太複雜了 就是 所以我們有建了一個 把他的資料把它貼在地圖上 先讓大家去刊物 要不然這個資料原則上根本 你現在用起來是沒有什麼任何意義 包含說政府用這套資料做成 衛福部的地圖或者APP 這基本上全部都是錯的 沒有說全部都是錯的 但是你真的沒辦法分辨 哪個是對的還是錯的 舉例來說我們完成刊物的 就是經緯度有錯的 其實是69再加上139 等於差不多200筆的經緯度是錯的 而且還是我們就很隨機的去少 所以到底是不是只有200筆錯的 或者說另外有一些的問題是 他沒有說明 他這個是適用在 防災的哪一種災種 是海嘯的避難 還是地震的避難 還是水災的避難 他基本上都沒有去描述 所以就 會變成這些東西是有點 還需要公民們去刊物 那我們這邊有先就一些刊物的形態 做一些刊物的結果 那也就是說 這邊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下載下來的資料 做一些標記 那也感謝上一次 蠻多的朋友在數位認信手的時候 一起來去做標註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就用這個清單 寄給行政院 如果是從Open Data平台上 就是從那邊去給他一個 作物資料的回報 或者說寄給幾個部會 大概衛福部、消防署 然後大概就這兩個單位 會主要讓他知道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就是你釋出這個東西是 造成大家的誤解跟困擾 但是台灣的部分 那另外在 就是韓國跟日本的資料收集上 首先就是 因為我們也不是很非常熟悉 韓文在裡面的災害用語 所以我們有先找到日本 那個官房那邊有釋出一個 這個跨語言級的一個資料 比對 就是說洪水 英文 然後中文的簡繁體 跟韓語 或者甚至更多的語系 所以這個還蠻關鍵的 等於說我們要用這些去 不同的國家去查他的開放資料 那這邊也可以再去補一些 例如說反而這個清單裡面沒有地震 那所以可能地震也要再補上 然後再補上這個韓文的翻譯 那我們就很快看一下 在Go for Korea那邊 還有Go for Japan的朋友 其實有分享過他們的資料的概況 那舉例來說 日本這邊因為他們有四周路資料 所以它有一個指定 緊急避難場所的全國的 CSV的資料 那就可以再去做使用 還有就是它有一個APP 叫Safety Tips 跟全國避難所 不過說這個是分兩個 就是你真的要在找避難所的時候 是要用全國避難所 反而Safety Tips 它是要叫你再去避難所裡面去找 就有點對觀光客來說 可能裝的動力又更低一點 好那韓國這邊的部分 就是他們是全部整合在一個網站 包含連防空的避難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畫面上可以看到大概幾個類別 一個地震的然後還有海嘯的 那也感謝那邊的朋友 其實是有API 那只是我們在短期處理上 它有幫忙爬出一些資料 還有就是很熱 就是夏天假設很高溫的話 緊急的避高溫 還有PM2.5來襲的時候怎麼辦 還有寒流 那最後一個就是民防 跟比較空襲相關的 那我們這邊有試做是用釜山地區 每一個類型都挑一個簡單看一下 它大概在一個真實空間上的分佈 所以就這邊還有一些篩選的類別 可能基於災害的種類跟設施物的種類 有的是室內空間或戶外空間 那再先把它簡單看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專案如果大家對這三類 就這廣義的資料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加入我們的社團 那我們社團應該就是沿用那個Design Circle 因為就不用再另外建立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